前边这个位置呢还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加强量 但是这条加强量通常情况下它是不有水 里面还是一个涌边景 像纸一样的跑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名画 今天呢就到了这台广气传奇影报 才能见到 当然我们前两天呢也跟小伙伴就聊了一些静态和动态的部分 具体啊什么样呢小伙伴们也可以带去我们的公众上看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就会看看这台影报的内在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啊 今天大名画来看看这台车的前后防撞量 它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去看一下 再说前后防撞量之间呢 新闺小伙伴去捞叨一下放动机舱里面那点事 打开引擎杆 嘿举重啊 它的引擎杆特别的沉 并且呢也没有相应的压停杆 它只有一个普通的手动的枝杆 是一个单索扣的形式 然后呢有个非常大的吸引棉 最左侧会看到两个膨胀壶 其中有一个呢直接有根管 到了发动机上面一个小铁盒 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水冷式的中冷 上面呢标识了广汽它现在仅以为豪的一个发动机的名字吧 巨浪动力 把这种标识这么明显的放在一个表面的车型呢 是不太多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水冷式中冷 所以说呢它的第一个膨胀壶是对应它水冷式中冷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散热 再往下这一个呢是它的发动机整体的一个循环和散热 蓝颜色这个盖啊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因为它的下面呢离得非常近的位置 还有一个玻璃水的位置 也是蓝颜色的盖 最左侧呢还是会看到它的空调管的高低压管 整个空调系统高低压管用的是铜管的形式 这种铜管形式的空调系统可以让它的效率呢增加5% 在网上呢会看到它的电瓶 骆驼集团生产的电瓶 55安时的这样一个电瓶 正极呢是靠车头一侧也有一个小盖 负极的端子就是在负极的位置 是因为这个电瓶呢是比较独立的啊 它没有望里塞的很多 所以说正极负极是没有问题的 插车油呢写的是DOT4的级别 也是非常的容易去观察 通过它的布局 包括说它的管线 可以看到是有一根真空管 然后呢一直向发动机这一侧延伸和发动机进气起管 也是说它的进气突轮轴这一块呢 会有一个机械式的真空泵 然后去进行相应的真空 同时这台车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个三通啊 这根管会继续向我这一侧延伸 进入到它的进气起管这一侧 所以说这台车呢是进气起管真空泵 两个共同工作去给刹车提供相应的真空力 但是呢小伙伴会说哎 你不是说过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不是一个负压 它是一个正压吗 对在涡轮工作的时候 往里打压的时候 它里面一定是一个正压 但是涡轮没有全速工作 包括说你是在一个低速状态 或者说是一个怠速状态的时候呢 是一个负压的形式 而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用它的真空度 进行相应的刹车助力真空 正压的时候 它不就是相冲了吗 对吧 这边吸这边出 等于这边没有压力吗 理论来说是这么说 但是工程师呢 不是吃干饭的 所以说呢 我们会看到 在进气气管的这一侧真空管 这块呢 是有一个单向帆的 也就是说它的真空力啊 是只能是向发动机这块去走 但它不会是正压 往回去顶 是顶不过去的 因为这块就是有一个单向帆了 这台巨浪的发动机呢 现在广气传奇这边呢 一共是有三台吧 第三代的1.5T和第三代的2.0T 还有一个呢 叫做第四代的2.0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 那这台发动机呢 最早是在去年的北京车厂上面去发布的 那其中呢 1.5T和2.0T的发动机啊 他们官方说 他们的热效率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40% 升功率可以做到100千瓦 而升扭矩可以做到200牛米 我们说从数据来看的话是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因为一个1.5T的发动机 它的扭矩可以做到270牛米的情况下 1500转就可以达到一个最大扭矩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但是你开起来吧 你也不会感觉到非常大的涡轮实质 并且呢 它的阿特金森循环的2.0的这台发动机 它的热效率可以做到42.1% 小伙伴你知道42%是一个多可怕的事吗 丰田也只不过说呢 我们是40%多一点 就是连马自达的SkyActive X啊 就是那台压然发动机 它的热效率也仅仅是43%左右 所以说达到42.1%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样一个数据了 他们的这套系统呢 会配备三种的变动箱的形式 一个是7DCT的形式 也就是这台车啊 是一个系组双离合 还有一个呢 是8AT的 还有一个呢 叫做GMC机电偶合变动箱 它的这台7DCT的变动箱呢 是它自己开发了一台变动箱 并且它用了一个相应的技术啊 就是它的DCT的变动箱里面 叫做电液控制系统 可以控制它的换挡的这样一个机制 这也是呢 我们在开的过程中 也跟小伙伴就分享了 这台车直接开到Sports Plus的模式的时候呢 它的变速箱换挡模式和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台DCT的变速箱可以通过控制它的一个油压 而去改变它换挡的一个逻辑 行这就是这台发动机关于技术一块东西啊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看这台发动机本身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水冷式中冷的形式啊 这边是进气 进气往左走 会通过它的涡轮进行增压 进到水冷式中冷之后 大家看到有相应的进水口和出水口 通过整个的散热 把比较炙热的空气变得相对凉一些 然后再进入到进气池馆 然后喷油 然后大家再做工 然后水冷式中冷这一块呢 合资品牌用的是比较多的 例如说丰田 例如说大众集团 例如说宝马这块呢 都是有水冷式中冷式的发动机 但是自主品牌这一块呢 水冷式中冷发动机呢 是真的风毛玲角 然后我们还是会看到相应的几个传感器啊 这个传感器呢 都是博士的传感器 并且呢 它的进气气管这块呢 也是有一个含棉啊 去进行包裹的 发动机的本身呢 它是一个1.5T横置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 然后它是一个反制式的发动机 反制式的发动机呢 也是意味着它的排气在后 吸气在前 那它的防火墙呢 做的是相当的饱满啊 那无论是它的铝瓦的面积的应用 还是防火棉的应用呢 也是基本上布满了 也要是非常大面积的铝 和非常大面积的棉 所以说呢 这台引爆 它的防火墙的级别啊 真的做的是非常饱满的 小伙伴们真的可以看 完全上上下下 特别的宽大 行 这就是发动机舱里面呢 想跟小伙伴去分享的一些东西 那么现在呢 是把这台车给抬起来 把前后的杠皮拆掉 看看这台引爆的前后防撞梁 到底是什么样呢 好 那么现在呢 已经把这台车的前后的杠皮呢 都给拆下来了 当然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视频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这台车在拆解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愿意去DIY的小伙伴呢 也别忘了到时候去看一下 我们相机的视频 当然我们在拆解的过程中呢 也是会发现这台车前后的杠皮的软硬度呢 基本上是一个适中的状态吧 前面的防撞梁呢 对于这台价格在10万上下的车而言呢 真的可以说是豪华配置 因为它的前防撞梁 用的是一个铝合金的防撞梁 厚度呢 是2.96毫米 在我们的金额表里面 五分满分得到的是四分 铝合金防撞梁呢 也是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五分 并且呢 它是一个日子型的结构 在这个铝合金防撞梁之外呢 还是有相应的形式 包括泡沫的 是这样一个宽度 能够把整个防撞梁 完全是给覆盖的 内侧是有一个勾 其实呢 我们在很多的车型 如果说它是带有主动式引擎盖的话 它里面呢 是要藏下一个啊 气压式的传感器 这个泡沫的内侧布局是非常非常像的 首先我们看啊 它的最两端 是有两个比较深的凹槽的 和我们看到过的那些气压式传感器 大小是比较相近的 我们可以猜测 是不是之后有些车型时代 主动式引擎盖的 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 那这台车呢 几乎可以说啊 是小的可怜了 只有46.35毫米 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两分 如果发生了相应低速碰撞的话 前边它整体的散热系统受伤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并且呢 这台车呢 它是一个水冷式的中冷 所以说前面的散热器部分 它会做的更为复杂一些 它的整个水箱散热的这块呢 它不是一个全封闭式的 非常明显的看到有三个散热片 最外面这一层散热片呢 是空调的部分 也是相应的冷凝器 中央这一层是它的中冷气的散热 最后一层是它整个发动机循环的散热的这样一个散热片 那这台车的吸能盒呢 同样也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长度呢 是143.97毫米 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五分 通过焊接的方式和铝合金的防着梁进行连接 吸能盒的底座呢 也是一个铝合金的 通过四颗螺栓去进行固定的 所以说它的吸能盒呢 是一个可拆卸式的吸能盒 后面呢直接就对应它的重量 重量的后面有一个加强架是一直会向上延伸 延伸到叫做收干的这样一个部架 也就是一字板后面的这个部架 前边这个位置呢 还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加强量 但是这条加强量 通常情况下 它是对于水箱框架的固定的作用会更多一些 25%偏斜碰撞来说 这台车它依然是有了一个现代主流的一个封闭式的设计 其实各个厂家呢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但是这台车来说呢 它的确和本田的相似度会更高一些 包括说之前我们看到那台广汽的M8也是类似的这种设计 由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加强量去给它形成了一个全封闭的状态 并且它是一个双层的这样一个结构 向下看的话呢 还是可以看见纵量往下的位置 同样有一根加强量和它的副车架去相连的 因为它的副车架呢 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呢 应该是一个全矿型的副车架 加强量的前侧 还是有一根额外的梁 构成它前边一个单独的框架和前面这一个塑料架去相连的 虽然说这根单独的框架主要起的是水箱架的作用 但是它的强度还是会大于我们以往看到用普通的铁片作为一个水箱框架的这样的结构 虽然说在下面呢会看到有一个塑料的架子 但是这个架子呢 我们不能够称为是行人防卷入的衡量 因为行人防卷入的衡量呢都是一个金属的框架并且呢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它的电脑呢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灯后面这一个衡量紧接着就是它的电脑 这个位置吧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它有点过于的靠前了 通常情况下都是在电瓶的两侧 如果说这台车发生了一个中度或者轻度撞击 电脑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薄弱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车是有可能纵粮也没事甚至于新灯壳也没事甚至于在防撞粮都没有受到太大损伤的情况下 我仅仅是撞到了灯撞到了后面这一个加强件有可能就直接会把电脑给直接给撞毁了 对于后期的维修不太那么的友善 如果发生了碰撞如何去减少相应的损失 这也是工程师是需要考虑的一点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前面的雷达这块呢就是处理的比较好的啊 有些车型它就会用一个铁的支架嘛 特别结实的给你固定在那儿 但是呢这台车呢它的确用的也是金属框架 但是大家看到它的金属框架是有一个可缓冲的结构的 它就像是一个折纸或者说西能盒一样 它是已经给你遮挤了一个可以弯折的这样一个角度 是可以让更多撞击的力量去用这一个弯折的部位呢 去吸收和缓冲这样一个区域 这种的设计思路呢还是会说工程师是用脑子了 那再往上呢是有两个窝尿的喇叭啊 再往右看呢是一个电子水泵 主要是为了它的水冷是中冷循环的一个水泵 旁边呢就是它的玻璃水的位置 前面的防撞梁呢宽度呢是120公分 它的轮宽呢是178.5公分 占比呢是67.23% 5分满分得到的是2分 额外再跟小伯去分享一下进气口的位置 就是在散热器的靠上一点 前面呢同样是有一个挡板 作用呢就是万一你要去撞了水的话啊 它不会一下让水呢去直接进入到进气孔里嘛 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缓冲吧 好这就是这台车前边防撞梁的部分了 那么现在呢也是一味到后面看看这台车后防撞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好那么现在来到后侧啊 后面防撞梁呢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的形式 然后它的厚度呢也仅仅只有1.03毫米 确实是有点薄了 整个的这个冲压钢板呢也是这种低强度的钢 稍微的一拧 它就有相应的变形 黄热梁的宽度是109公分 轮宽呢是176公分 占比呢是61.93% 比前面呢是要略窄一些 所以说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一分 新能盒是有的 是冲压钢板焊接而成 有相应的诱导 有相应的打孔 并且呢后面是有相应的新能盒底座的 一边用三颗裸栓去固定的三角形的人家呢 就是这么设计的 两侧啊同样如此 然后呢看一下防热梁的跟后面实验的关系 它呢会更突出一些 所以说在我们的新闻表里面呢 还是会有相应的分数的 在它的排气的边上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控制单元 就是我们在试驾的时候 跟小伙伴说的 它会有一个阀门去改变 背排声音的那样一个机构啊 后面防热梁呢也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吧 那么现在呢就回到车前 看看这台车呢 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呢 好 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广汽传奇的引爆 前后防热梁部分的得分 那我们前后防热梁的满分依然是61分 那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是35分 是一个中的啊 稍微偏上一点的成绩 仅仅是看视频的小伙伴呢 也别忘了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观众号 不要说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文章的内容呢 跟我们的视频呢是相应的互补的 这台车总的来看的话呢 前面防热梁至少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有些部分它的设计呢 还是有点偏于日系车的 例如说它前面加强梁的部分 和本田的车型呢是很相似的 拆解的过程中啊 也是在拆前后杠皮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 就是这台车 它的设计思路是非常偏于日系车的那种设计思路 后面防热梁这块呢 就显得会更为的薄弱一些 那明天呢就跟小伙伴去看看这台车 在底盘这一块它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 就是我们明天的节目了 好 今天大标车呢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笔画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 真正话的大笔画 那我们这台引爆的底盘部分 明天再见 拜拜